与翼龙智勇双拳 侠肝益胆 我在心里把他当亲儿子一样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翼龙年轻气盛 儿子顶撞老子这都在所难免 你以为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 施主 我真该死 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要罪 我要罪 你也不必太自责嘛 你也是忠心耿耿 一番好意 我并没责怪你嘛 你在易水轩 黄堂主非常器重你 说明你有相当的才感 放心 我陈云生最稀才爱才 而且也不介意多认个儿子嘛 谢社主之欲之恩 我杨某愿为您肝脑涂地 再次我不辞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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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等 姑娘 请问你有事吗 你不记得我了 你不记得我了 是你啊 我总算找到你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还惦记着我 你伤得那么重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 多谢姑娘 救命之恩 自从上次你救了我以后 我睁眼闭眼都是你的影子 我只想当面向你道谢 上次刚好碰上帮了点忙 不算什么的 我来过这儿好几次 到处找你 今天 我总算找到你了 我们家就在前面 老发祥裁缝铺 不难找啊 姑娘的救命之恩 无意为报 这是一点小意思 你还送我东西啊 不用了 收下吧 不用 翠儿 你干嘛 你 你急匆匆跑来见着狐狸精 送他东西 讨他欢心 他 他是谁啊 姑奶奶是你的死对头 翠儿 你别吓着他 狐狸精 我和你拼了 我没得罪你啊 不关他的事 翠儿 姑娘 你别怕啊 放开 你还真心疼他 我告诉你 今天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那干嘛 你干嘛呀 姑娘 快跑啊 四季儿人 我已经 有主的你别跑了 你不许骂他 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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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了 翠儿 你别跑了 你 你 你不要再来啊 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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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翠儿 你干嘛 翠儿 你真是疯了 你想把咱们俩都淹死吗 翁哥 我从小就盼着长大要嫁给你 嫁不成你 我宁愿和你一起死了算了 翁哥 我从小就盼着长大要嫁给你 翠儿 翠儿 我只是把你当成妹妹 我从来就没有想娶你啊 是为了那个狐狸鸡 还有文阿璐吗 你为了这些不想干的人 对我这么结起 你把他们两个扯在一起 胡说八道是什么呀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狐狸鸡和文阿璐是一伙的 文阿璐是我的啥不仇人哪 你错了你想报仇 终于想毙了我 神经我杀你干嘛 以为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那个杀死你阿爸的人 就是我 翁哥你想保护那个狐狸鸡 你以为用这种小把劲 就能骗得了我吗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 我必要打人家了 现在 终于可以在你的面前 自我量度 六哥 翠 我没有骗你 你阿爸 真的是我杀的 那天晚上 我本来是要去军赵施主 没想到 我认错了人 我亲手勿杀了赵施主 不认错了人 军杀司 不敢生了 你牵手 不羊 这是我牵手 我牵手 你牵手 你牵手 我牵手 你牵手 我 翠儿 你 我发过誓 我要亲手还了杀死娃娃的行程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下不了手 为什么我下不了手 翠儿 请你还娃娃娃 你还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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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叔出来了 他穿着黄玄珠的衣服 对了 我已经就住在这儿 张叔叔和黄玄珠不在同一个房间里 他怎么会穿错了衣服呢 爸爸 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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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搞的鬼 谁在陷害我 为什么 为什么 翠儿 翠儿 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这是我专程去城坊庙找徐半仙 给你和翼龙合的八字 你看 天坐之河 凤凰于飞 真是大吉之兆啊 你和翼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大吉之兆 没错 你不是做梦都想跟翼龙结为夫妻吗 夫妻 你别害羞嘛 选个黄到极日 我让你和翼龙风风光光地成亲 不 不 使不得 为什么 陆哥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 你 你把话说清楚 我 我 我不能说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快说 翼龙 怎么成了你的杀父仇人了呢 你不说我立刻召集全体弟兄 让你当着祖师爷和赵舍主的灵媚说 陈总 陈总 不要啊 不要告诉别人 你不说我也能听出点眉目来 可恶啊 我要让余老三当众给老舍主偿命 沉住 不 舍主 我不要龙哥死 那你阿爸的死就算了 我 如果龙哥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 我 他是误杀的 社主 龙哥他是误杀我阿爸 他不是故意的 误杀 谁告诉你的 龙哥他亲口 坦白的 他坦白了你就相信 我 我信 如果连龙哥都不信的话 我还能信谁 你口口声声说要亲手杀了凶手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你阿爸报仇 这些就都算了 你想寻思 我怎么向全社的弟兄们交代吗 社主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别人就不会知道的 社主 我舍不得他 我舍不得龙哥死 社主 社主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社主 社主 社主 你怎么让我面对 赵社主的在天之灵阿 阿爸 女儿不孝 女儿不孝 冤孽呀 不除我所调 这爱在没心没肺 突破一笼有杀父之仇 也都拗不了他的痴心 阿璐哥 我 我遇到一件事 哎呀 这小子这几天啊 老是一副失了魂的模样 我是不是真的很魂呢 宋小姐可真够意思 今天一大早 就把你在医院的全部费用都给劫清了 你干嘛 突然回来 我刚回过活来了 宋小姐什么时候来医院的 我怎么不知道 哎呀 这点小事还需要宋小姐亲自来办吗 她是派人来办的 哎 对了 宋小姐自从送你来医院以后 就没有露过面吗 也许我们把人家当做大安人 弄得人家不自在了 姑娘的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是一点小意思 阿璐哥 我们要不要给宋小姐送一份礼呀 宋小姐才不稀好我们送什么礼呢 她给我图的不是这个 你这是宋小姐才几天而已嘛 怎么知道人家要什么不要什么 反正 我就是知道 有什么心事吗 有什么心事吗 看你脸上 应该要下雨 没什么 一定有什么 看样子啊 像是失恋了 还没有开始 就结束了 我还真猜对了 没开始 跟谁啊 你白上心了 没结束 这不又开始了 宋小姐 今天是我的生日 还陪报四代 如果我能荣幸的和你共进晚餐 将是我最大的快乐 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吗 西洋人真罗曼提卡 我都动心了 就答应了吧 宋小姐 宋小姐 我在等待你的回答 宋小姐 樊尔小姐 庆 kaum 芳 iconic 这个�林 好面熟啊 宋小姐 我有话要跟你说 有什么话就快说 我们还有事情 我只跟她一个人说 你连太监这个校园都不配 还想跟尊贵的宋小姐 妈瞊 别忘了你对我的保证 我没忘 我说过我会尊重你 可是他显然不懂得什么叫尊重 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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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帮我垫的医药费 我先还你这些不够的 我打了一张借卷 你伤好了 恢复元气了 找上门来跟我欧气是不是 打从我帮你付药费的时候起 就没打算要你还 你送我进医院之后就再没来过 你想见我吗 我怎么能不想呢 如果我不想见到你 又怎么向你道谢啊 你真是很奇怪 没事就竖起全身的刺来刺人 我真搞不懂你 好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像刺伍一样 你生在金窝银窝里 你怎么会明白我呢 前和杰军你收下 我虽然穷 可也不要人施舍 我对你 你想 你怎么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没有犊过茅草屋吧 你也没挨过个 更没有在茫茫的大水之中 眼睁睁地看着阿嬷 为了不想拖累你而松开她的手 我阿嬷 就这样也死在我的面前 我一个人 在茫茫大洪水之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这样活下来 这种日子你怎么会明白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曾经遭受过这么深重的 这么深重的苦呢 我便该跟你 跟你无欺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 只怪老天爷把我生下来受苦受穷 如果你不想受苦 你可以和命运一搏 我要是不想搏 又怎么会从乡下到省城里来闯 那你闯出什么了 我给阿嬷买了副南木棺材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还以为你有多了不起 原来就这么一点稚气啊 两百块一副的棺木啊 我们乡下连副南木棺材 我们乡下连剑都没见过 你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心愿吗 当然不止 对 他那也是吗 汉斯先生 你 你怎么会有他的名片 他 鬼老他 他亲手交给我的 他还说要聘用我 这 这是你阿爸当买办的洋行 汉斯先生亲口说要聘用你 这可是不简单的事情啊 你答应了吗 还没有 我怎么知道那个鬼老有什么鬼心思啊 就无端端在我面前打一道天梯 天梯就天梯啊 你连美国拳王都不怕 这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觉得是在做白日梦吗 有梦才有希望 对不对 我行不行啊 你不是 怎么知道行不行啊 喂 什么时候我开始 我们不斗嘴了 谁给你斗嘴了 是你一直跟我闹别扭啊 干什么 这是礼节啊 拉拉手 代表不打不相识 除非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我来说 戏 是 你还没看 我来说 你还没看 我来说 你已经快乐了 你一定 courageous 我来不知 我来说 他是 你不知 你 我来说 胡思乃 你今天真漂亮 刘大姐 越来越年轻了啊 张伯伯 真像十八里姑娘一种花啊 真像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行了 行了 别跟着我了 走开 走开 别跟着我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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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星龙 星龙的头 除了这几只小船猫一直跟着我啊 没人来买东西 对啊 你刚从医院出来 满街跑什么呀 你看他们这几只小猴子口水都快滴下来了 来 我请他们吃 一人一包橄榄 走啦 阿沫 你小子发红财了 这么大吗 我开心 我要这条巷子跟我一块开心 好了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快来啊 站住啊 等一下 等一下啊 都有 什么 你要进洋行做事 你 师父 我白天去洋行 晚上回来赶工 绝不耽误店里的活 你以为谁都能进洋行做事啊 你几斤几两 我这个小庙供不下你这村大房了 师父 师父 我几次差一点 就成了冤死亡魂 还不都是因为我是个群光蛋 命比蚂蚁还限 我非要改改命才行 命是命 天注定的 你要随便能改 那 那还叫命吗 宋小姐都懂我 为什么你们就不可以啊 宋小姐那么知书达理 我不相信他会不让你认师父了 谁说我不认师父了 我进洋行室去学本事的 师父 我来帮您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不学裁缝了 师父 多少人一辈子都站不到洋行的边 我哪还能白白的放过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啊 再说人往高处走才有出路啊 学裁缝就没有出路啊 我是说要有大出血 有梦就有希望啊 罚你个大头梦 我还指望你守着这店过一辈子呢 这么快心就野了 心没野 师父 您的手艺远近都文明 可您辛苦了大半辈子 还不是要砍人家脸色 我想赚钱啊 是要让你想福吗 我不稀罕你赚什么钱 别拿我当幌子 帮我跟师父说两句 快点啊 姓脸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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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礼仪 以后 鸡丸 旅士 真正请 木倒 你是个庄大学 是客爱 没有不是国家但是吗 李爷 在那呢 李爷 小兄弟 龙舟德把女艺险的事 编从龙舟到处唱 真是有惊无险 逃过了一劫 怎么样 伤好了没有 已经没事了 要不是因为受伤 我早替我阿妈来拜谢您了 这是一点心意 请您别嫌弃 你这是干什么 您一定要收下 我做什么 都敌不了您对我的大恩大德 少爷 这个月又亏了十几万 李爷 您的生意 隔壁洋行不安好心 硬是帮我往私脚里逼 李爷 我来是想知会您一生 我要去隔壁洋行打工 我没听错吧 对不住 好小子 要去做洋奴才 还专门跑到我们李爷面前来乘威风 总得当面跟李爷打个招呼吧 你有种啊 我看你是找打 阿福 张爷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张爷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这么半天了 张爷 慢着 慢着 我说 咱们回去啊 张爷要退货 张爷 这查阳行局刚进的上等货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你们的货不好 而是你们李纪的价钱不公道 张爷 李纪国货货真价实 有口皆碑 怎么不公道 李爷 隔壁的花椰洋行 一袋三块大洋 比你们的四块大洋 整整便宜了一块大洋 三块大洋 本钱都不够啊 张爷 咱们两家可是多年的往来 您这一退货 给我们东家造成了多大损失 你讲点人情吗 是 讲人情 人情意气变不出银子 做生意 讲的是利 谁的价钱便宜 我就买谁的账 张爷 这位老板 这可就不对了 为什么 摆明这是番鬼佬 用这招来抢李爷的生意 你怎么昧着良心帮他们呢 说得漂亮 换做你 洋人给你赚钱的机会 你能白白放过吗 我是我 你是你啊 这货已经成交了 你还来退货 就是你不讲义气 义气 例字当头 你义气给我看 那你也没道理 害李爷赔钱 没道理的 奇怪 我跟李爷做生意 关你什么事 李爷 他是什么人 别管我是谁 反正这货不能退 别为难张爷 李爷 凭什么要你吃亏啊 别说了 阿福 给张爷退货 带张爷去账房 把货款结清 可是 李爷 对不住了 生意不成 人意在 请 请请请 阿福 你劝劝李爷吧 这么大批货 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慌个什么 你以为拦住张爷这批退货 你良心就好过了 就底求你一心去洋行 当洋奴的罪过了 阿福 我到洋行做什么事 都绝不害李爷 你为什么要一门心思想进洋行 李爷 我也没办法 什么叫做没办法呀 我真的要去账房 我不想一辈子当穷人 到我国货行来 我把我所有做生意的本事 都交给你 多谢李爷 不过 还不过 你还嫌弃不成啊 我只是在想 鬼老凭什么 把李爷的百年老店 逼得团团转 我想去看清楚 看他们有什么花招 能玩得风生水起 你这么说 是说我们李爷 不如犯鬼老 李爷 犯鬼老板说 要用我来对付李爷 您小心了 你都明白啊 阿福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你这个烦骨仔 我今天要揍你啊 明人不作暗示 李爷以后多担待 杨昊这条路我一定要走 你想出人头地 这无考后悔 不过你要记住 鬼老不会平白无故给你机会 所以 你要多加小心 多谢李爷提醒 小兄弟 你应付不来鬼老的奸诈 听我劝 别自讨苦吃 你不听我劝 李爷你没受过穷 你不懂我们穷人的心思 是啊 我不懂 我看错人了 拿回去 你变得好快 翻顾载 我可以 他为个人生的心思 我可以 我天下 每月的家族 我可以 我看我 我都会有心思 所以你怎么会有心思 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下 我自己来吧 来 穿上吧 干嘛没事打扮我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吗 不打扮得体面一点怎么去洋行见人呢 人家一大早就被你打点了 你穿还是不穿呢 穿 穿 师父 都会衣装的 师父 天守 要是在哪里 你们的尊息 请你 想尊息 你们有什么事 你们要遣天 若是你 如果有什么事 你看看你 这伤还没有完全好呢 宋小姐 这位是宋小姐吧 阿璐的事真是太麻烦你了 宋小姐 你等一会儿 阿璐哥马上就好了 文先生穿这件长衫可能不行 所以我自作主张帮你买了套西装 在洋行要穿西装的 我怎么没想到呢 傻妹妹 你哪有人家宋小姐有见识啊 师父 英格兰尼啊 我替我徒弟多谢宋小姐美意了 这西装多少钱啊 别说钱 这是我送给文先生的 那不行 我徒弟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别说这些客气话了 你赶紧换上吧 不知道合不合身 宋小姐 我 阿姨啊 人家宋小姐是一片好心 来 换上吧 不用了 宋小姐 这西装我也收下了 谢谢你一片好心 不过 钱我会还给你的 师父 那我们走了 好好好 走吧 宋小姐 慢走啊 再见 好 好 有点好 是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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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好 有点好 我 你不想得了 你走 不明白的 我就知道你明白 你 等我一下 你看 正合身啊 没想到你的眼光 比我的小裁缝还准呢 你为什么 突然间改变心意了 你以为我不懂你的心意啊 第一天到阳河建宫 没见西装在身上 身份自然矮了一件 你怕我让人小看了 我代替这个人呢 可是从来不看别人穿什么的 你怕不怕 不怕 我们得快点了 买包了 买包了 新大的早报 买包了 送你一半 买包了 买包了 宋先生 你 闻先生他 是我的新朋友 你的品位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 怎么会跟这种不入流的人 做朋友 宋先生 不知道 汉斯先生的品位怎么样 这是他的名片 这名片 你怎么来的 汉斯先生亲手交给我的 他说要派给我什么 什么要紧的事让我做 不信您可以马上问他 爹地 汉斯先生 可是慧眼是英雄 要比您的眼力好多了 闻先生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让汉斯先生看上了 你不妨说说看 宋先生 眼下除了采访 我没什么别的本事 不过只要是您会的 我很快就能够学会 好大的口气 你有胆量挤掉我 坐上我这个位子 你别以为巴结上我的女儿 拥有了这张汉斯先生的名片 你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 我实话告诉你 洋行和商场 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所在 你有胆量和野心 想抢走我的位子 你当心日后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呀 还是稳稳当当的 回去当你那个小裁缝吧 这个位子 你敢坐吗 爹地 你们中国有句话 无毒不丈夫 你不狠 别人是不会心软的 不是吃人 就是被人吃掉 在商场上 不进则退 你懂不懂 无毒不丈夫 你不狠 别人对你是不会心软的 宋先生 方华小姐对我恩重如山 您是他阿爸 打死我也不会抢这个位子 但那不代表我没有胆量 您吓不倒我 爹地 文先生的回答您还满意吗 难怪汉斯先生会亲自寻访 言谅文先生 既然是汉斯先生有话在心 那我就把他留下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 爹地 你真是商人呢 我们凤尼也要讲条件 这里是洋行 事事都要讲交易的 好吧 到底是什么条件 说吧 我马上就可以安排他一个差事 但是从此以后 你必须断绝跟他的来往 为什么 因为他和你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文先生只够格跟那些平凡的女子交往 而不是跟法学院的大学生 爹地 请你尊重我的朋友 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马上就可以让他去上班 宋先生 您不必再糟蹋我了 也不必为难你女儿 汉斯先生开了口我才来的 今天您不用我 我也不想求您 但是改天 汉斯先生再来找我的时候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你等一下 等什么 你是要留我吗 我业务部刚好缺人手 威廉先生 何不把这姓文的交给我来安排 你 对不起 我刚在门外 不小心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既然马修没有意见 那我就按照你的意思把他留下 等汉斯先生回来以后 再看他的安排 马修 没想到 没想到我会主张留下这个人是吗 其实我最想做的就是和他决斗 把你从他下的迷咒里解救出来 真可惜 我从不跟有色人中决斗 你不配 今天为了芳华 我同意赏给你一个柴使 你感谢上帝吧 马修 请你放心 公是公私是私 我分得清楚 温先生会得到他的柴使 跟我来 喂 芳华 你又不是洋行的人 你跟去干嘛 快 回学校去 爹地 无论如何 我都替文阿璐谢谢你 文阿璐 文阿璐 人如其名 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知道是土巴巴的香巴佬 就算是香巴佬 你也见识到他的厉害了吧 没错 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穷小子 他倒像是一只猎狗 难怪汉斯先生看上了他 这边 他绝不是一个 他绝不是一个哈雅 但他就在那里 我们都能够用 他们来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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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